要不说综艺还得看人家湖南卫视呢 芒果台确实会搞 这个歌手2024第一期一播完 就成了全网最热议的话题 这个话题从何而来呢 是因为两个外国歌手非常强 位列第一第二 然后中国歌手除了纳英还可以 其他人表现都一般 然后渐渐网上的舆论就形成了这种中外对抗 就形成这个除了纳英一个都不能打 就形成了这种五旬老太守国们 然后所有的人都参与进来讨论 那到底谁能打 一百多年后还得靠耶和纳拉市吗 那到底谁可以 所以大家就各种各样的猜测 各种各样的举荐 各种各样的讨论 这个热度就凑凑的往上升 我昨天发了一条关于这个事的视频 评论区的评论术是相当的热闹 大家都在讨论谁可以 那你如果从我的角度上来看 我觉得现在国内的所有的歌手 都不如口口里问 无论是舞台表现力和国际影响力 还有唱功等等方面综合起来 只有这么一个 那其他人讨论的就非常多了 大家又说是国家队 我看评论区里说的最多的 就是让谭京来 但是谭京当初为什么退赛 也不是因为他唱的不好 是因为有其他原因 那现在由于可能还是有其他原因 他肯定还来不了 那其他谁来 刘欢 韩红 周深到底是谁 讨论一热烈 热度就上去了 那今天下午 韩红在自己的官方账号上 宣布 我是中国歌手韩红 我请站 那韩红之后又有袁雅维 等等等等 其他的歌手陆续参与进来 连小沈阳也被Q到 说让他去参加这个节目 小沈阳也出来发视频 说不行 那个太专业了 那个舞台 你看这都是自然而然来的流量 这并不一定是策划好的 当然这里头你要说没有策划的成分 我也不赞同 但是确实这一季的歌手2024 噱头十足 首先就是这个现场直播全开麦 不休音直接正常 然后就是这个请了美国和加拿大两位歌手 中外对抗 因为以前也有请外国歌手 但是多数时候 大家还是在一个级别上在比赛的 所以并没有到这种碾压的地步 那唯一一词就是这个节识界 JCJ来的时候 他的水平有点过高了 所以他当时毫无悬念的夺冠 大家也没有往这个中外对抗这方面去讨论 这个热度没有引向那边 但是几年过去 现在的这个舆论环境不一样 一旦涉及到中外对抗 立马就会上升到国与国之间的尊严问题 那今天在我的评论区已经出现很多 你为什么就说国外歌手唱的好 难道国外的月亮都是圆的吗 你看他马上就会上升到不一样的高度 国仇家恨就来了 可是确实如果你只要戴着耳朵 你确实能听出来那两位唱的不错 那好 现在热度全面起来了 韩红请战 元雅为请战 陆续可能还会有其他的歌手请战 那接下来什么踢馆赛 补卫赛等等等等 热度就会越来越高 这个综艺就会越来越受关注 所以你说玩综艺 谁玩得过芒果台 有经验 他们知道在哪里制造话题点 他们现在也知道网络的焦点在哪里 所以我看今天有网友调侃 如果韩红来了 就是两位五旬老台守国门 还有对那英喊话的 那英你不用着急了 你的红来了 不管怎么说吧 这个综艺节目已经成功的博得了所有人的关注 今天我看到的朋友圈里头 就有很多人都在发这个事情 平时很少看到他们会发朋友圈 去讨论某一个综艺 结果这次你看 所以很厉害 接下来如果韩红能来 那就更加热闹了 这个就跟中国男足的足球比赛 从来都不单单是一场足球比赛一样 那这次这个歌手2024这个音乐综艺 也被赋予了其他的含义 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唱歌比赛